雨薇姐她救了我的命 原本導演是要我自彈自唱 都彈不好了 唱得好嗎 觀眾應該更想要聽少雨薇唱歌吧 她本來更過分說 不然讓我自彈自唱 我本來也不錯 你心裡住著一個你愛的人 然後你要去演藝出戲給她看 不如把時間好好花在她最後的時刻的名 我解決 潤圖 你認神花一歌 哈囉 易經到底的朋友 大家好 我是少雨薇 那我在《比悲傷更悲傷》的影集版裡面 飾演的是安逸祺 是一個單親媽媽 既懂得柔弱又很堅毅的一個母親 易經到底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王伯傑 我這次在《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裡面 飾演的是王伯翰 這部戲裡面她受過的是一些感情的 感情的挫敗 很多人就是挫敗個幾次之後 她如果受了太深的傷 她會選擇用一個 然後像刺蝟一樣她會武裝自己 然後不讓人家看見她內型 其實是很脆弱的那一面 所以柏翰是有點像是 最後決定把自己封閉起來 用一個很討人厭的保護罩 保護自己的汽車音樂製作人 你沒帶走所有的思念 請退回我的房間 等到妳把這首歌寫完 我一定會把妳填上 最厲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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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詞 所有的人都會知道 Kagan Cream是最強的黃金製作 呂小姐 我們聽說 可以有些遺物在妳這裡是嗎 很詳細嗎 嗯 我覺得是彈吉他那一場 就是因為那一場戲其實 要謝謝雨薇姐她救了我的命 就是原本導演是要我自彈自唱 我就跟導演說導演我 我彈都彈不好了 你唱得好嗎 觀眾應該更想要聽笑雨薇唱歌吧 然後導演就說 嗯你彈她唱 好像也不錯 然後最後還好她就接下這個 主唱的 重則大人 她本來更過分說 不然讓我自彈自唱 我跟妳說 太過分了 太過分了 我以為是個柴女她發過片 觀眾都想看她自彈自唱 對 因為我其實對音樂真的是沒有 樂器沒有這麼會 所以我其實有時候還是會 我抓不到那個節奏 就是其實你要 我彈的話我必須要穩定的一個節奏 她才可以唱得好 那我記得 大使我還幫你踩節奏給你看 對對 因為我抓不到那個拍子 所以她們腳必須要一直 然後我就 邊看她的腳彈這樣 然後她就一直在cover我 所以就 謝謝 謝謝她 校圈有分享 怕碰到吉他 我就是我完全是一個 沒有音樂天分的人 只要有碰到吉他的事情 手都很抖 對 就我跟他 對 因為我們兩個 一開始我們還以為 只要一小段就好了 沒想到導演跟我們說要 一支手 我們兩個就 靠吸一口氣 然後就是硬煉 因為我們兩個都一起上課 還好有一個伴可以一起 好我們加油 每天我們都要一些精神喊話 所以我們做得到 我們可以 手心加油 加油 怎樣 對 我跟她分享說 她的小撇步 就是她們在手指上 填那個保麗龍膠 保麗龍膠啊 就是做那像假的 剪就按起來 至少比較不會痛這樣 她有跟我講 她有跟我講 你也有自己的小撇步 我沒有 我就是一直磨她 然後讓她長剪 老師也是當過我們講 就是你就一直連連要長剪 你就不會那麼痛 對 那時候這邊支腳前面 都是厚厚的一層 對 其實我好害怕 我怕如果沒有好 我會馬上就去另一個世界 也許你根本就不知道 希望到底在哪裡 可是你不可以逃 你絕對不可以 我覺得最難的就是當媽媽啦 說真的 因為沒有辦法想像自己一個 十歲的孩子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 我有想過說有可能 我把我自己的家裡的寵物 女人畫幻想 他們是小孩的話會怎麼樣 我在想 安苡琪真的是一個非常有耐心 當然孩子也乖啦 所以可能 她是一個非常有耐心 然後跟真的很堅毅的媽媽 因為我平常有時候被我的寵物 早上就是敲門 或者是晚上一直叫 要進房間睡覺 我都有點快要就是 有點快要瘋掉 我想說好了不要再叫了這樣子 我覺得當媽媽是一件 真的非常偉大的事情 要小孩子從小到她懂事 其實要很長一段時間 然後到懂事之後 你又要開始擔心她可能 青春期 對 叛逆期啊 或者是她在學習上 會不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那身為媽媽的我 如果我的學歷不夠 或是我學習的沒有她好的話 那我是不是一個失職的媽媽 我覺得 可能我是不是想太多 你可以叫她唱歌啊 好 總之就是可能 詮釋媽媽的這件事情上 我的確就花了很大的 功夫去做 就是去跟白倫瑩多認識 然後私底下 常常跟她相處 除了我們有一起去上表演課 與其說表演課 不如說是 互相認識的一個開始 那我在那個時候 就跟她留了LINE 幾乎每天傳訊息 問她說 你在幹嘛 你今天吃了什麼 就叫她拍照給我看一下 然後她說她在看漫畫 我說那你看什麼 在看鬼滅之刃 她就跟我說 你去看啦 那鬼滅之刃很好看 我說好 然後我就馬上 先在Netflix裡面 就是先看了鬼滅之刃的動畫版 然後我連漫畫一整套都有了 就是為了跟她更貼近 就是我們兩個之間 可以更多話題可以聊 我們所有的休息時間 基本上都是一起的 就是我會不厭其煩的 一直聽她講很多幻想的故事 比方說如果螞蟻可以大到把人踩死怎麼辦 然後我就會一直聽她講 然後就一直回她一些更幼稚的話 我覺得好像這一些的期間都累積到了我們兩個之間真的互相擁有一個情感 就包含連到殺青的時候我收到她一封信 我看完真的是描哭 就是有一種你跟她之間的情感是真的 她也感受得到我疼愛她 然後她也把這份情感寫在信裡面很含蓄的交給我 然後我覺得很感動 想要叫你劇透啦 為什麼是問我 但我們是有牙醫沒錯啦 看牙的橋段是 對啦 但她會不會犧牲我覺得 對可能大家要看影集就會知道 我覺得如果是我自己的話 我應該不會這麼選擇啦 我的個性比較直接一點 我覺得受傷那就受傷 勇敢的去面對我也是會很勇敢的去 去讓自己更了解這份愛情裡面到底我們互相需要的是什麼 當可能因為身體的問題導致必須得怎麼樣選擇的時候 其實我可能都不覺得這個是一個問題 我還是會覺得勇敢的陪伴她 不用出現另外一對然後拆散嗎 或者是另外一段的奇怪的戀情發展開始 我覺得都是傷害啊 你心裡住著一個你愛的人 然後你要去演出戲給她看 不如把時間好好花在她最後的時刻裡面 好 我接你認同 非常之認同 你真的很捨花一個 沒有 我覺得年輕的時候 我可能會像戲裡這樣子這麼浪漫 就是比較可能我會跟她一樣 但現在的話我會跟雨薇一樣 我會直接講你 我可能也會叫她去找別人 但如果她另外一半堅持要走到最後的話 我覺得那你還是得尊重你的另外一半 我覺得這是一個人與人 這樣好像叫大家不要看我們電影 不是 我覺得這是我 你是選擇的問題 對 選擇啦 我覺得那是一個最基本的尊重 就是你還是要尊重你的另外一半 必須的 對 大家各自的詮釋也都不一樣 希望你們就是會喜歡 一鏡到底的朋友大家好 10月22號 如果您不看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影集版 那就是一陣比悲傷更悲傷的事了 我們可以看到 你不看過 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 要去看 和你做什麼 就是 一些人